欢迎收看前进关键码 我是分析师谢志 旁边的则是我们资深的分析师谢明清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 对于今天的节目还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 想要进一步知道的 或者是说你们可能手中持股被套住 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还是说投资朋友们有在关注什么股票 想要咨询一些建议的 欢迎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或者是扫描QR Code 我们将提供我们最好的服务 那首先我们先从经济数据来看 最新的北国八月份的CPI年增率 还有核心的CPI的年增率 都是略微的高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差距并不大 那主要的核心CPI年增率还是有所下降的 所以在九月份基本上还是会维持不会升息的情况 那在11月份不升息的几率还是在60%左右 那另外的标普的调查 在八月份是有16家企业是违约的状况 那从今年7月到明年6月 这个违约的百分比会从3.5%上升到4.5% 那显示出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企业在借贷还有融资成本上升 所以未来的违约率也会跟着缓慢的上升 那另一方面 今天今年半导体的市况比较不佳 那在晶圆设备支出方面 今年相比去年是衰减了15% 那这个情况在明年 预估则是会相反过来 会成长15% 所以相关的晶圆设备的厂商 则渴望可以受贿 那今天台股方面 外资是大买超了台股189亿 那台积电的涨幅超过了2% 那加权指数一路向上 最后上涨1.36% 那相较前两天来说 成交量则有所上升 来到了2800多亿 那贵买指数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成交量也是相比前两天都有上升 那今天的涨幅也是超过1% 那接下来台股到底是要偏多还是偏空 那投资朋友们又要怎么操作呢 那之前谢老师的人造的型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之前谢老师有提到说 有第二支棉花糖 那是不是能就这部分 对投资朋友们多做一些说明 谢谢谢老师分析师 那成也是外资 败也是外资 很简单 我们先看台币来 这是今天的台币 各位 台币今天升值 来 昨天台币说31.968 今天台币升值了7分 升值就是 钱汇进来嘛 所以外资大买了189亿 也就是这个月以来 单日啦 卖超的单日都没有超过189亿 也就是单日的买超最大 这个月以来 好 那 我说这个盘是谁在控的 阿独啊 我说任何股票要上涨 money嘛 急嘛 有钱就可以死鬼推磨嘛 钱就会上来嘛 钱如果跑了 股票不会上来 好我们再看一遍啦 这是今天最新的 这是大盘 好我们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从17463跌下来 这里出现卖出信号 下来跌到16264 好在这里出现买进信号要供 没有成功在这里出现卖出信号 再下来这次要再供 又重新出现买进信号 既然重新出现买进信号 16264就是低点 它就是低点 不会跌破 那要跌破就是 除非再出现卖出信号 好 台积人一样 从591翻空下来 好 那从591跌到534 他曾经要供啊 对不对 供到这里又失败 结果连续修正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今天又翻多 好 所以534就确定是低点 股票市场有时候想一想 就这么简单啊 赚钱真的很容易 只是你有没有用心 或你有没有坚持 我每次都是跟各位讲在前面 好 譬如说这个月月初 我们做了人造的 好 再解释一遍 神造的是生计股 那因为它是我还没上 辉煌以前 我们的辉煌的股票 好 那这个以来 我们就买了第一档 叫人造卫星 那我一定事先在这里 因为你在看我电视的人 我把你当作自己人嘛 我没有要报给你知道 要报上知道 没有我看我的 那就不是他的福气嘛 问题是你看了 你有沒有行动嘛 来 9月1号875 9月到9月5号都875 当然到昨天108.5 我说没有改变 64.2在这里 就是这档股票 我不像其他投革师 弄了一大堆 64.2 好 包括今天 今天它稍微跌一下 可是仍然在期视当中 买进行到在这里 20块啊 那我在这里我也答应各位 下个 也就是下个礼拜 下半个月仍然还有一档 而且这一档比 人造卫星还要飙悍 因为它基本面好得一塌糊涂 好 那我先秀给各位看 好 第二支梅拉糖 股民在这里 股本10亿 注意看哦 7月到8月税减金赚了 1.27 你应该会算嘛 也就是7月8月 每个月 几乎就赚6毛多 税前赚6毛多 那代表什么 如果这样子 6毛多6个月 下半年6个月 那3块6以上嘛 如果按照这样 可是它是逐月的成长 为什么 因为它的7月的营收 来 它7月的营收 跟8月的营收 成长都超过五成 然后我预估 来 预估今年的EPS YOY 理论上有可能成长50个percent 理论上有可能成长50个percent 那我问各位好了 去年所有的股票都是大好 大好 那今年有办法比去年成长 EPS成长 如果能成长30个percent 已经不得了了 如果能成长50个percent 你告诉我这档股票 会不会创新高 好 那 你看到这张 那一定有人想知道嘛 对不对 很简单 打电话进来收起资料 打电话进来收起这张资料 那如果有人说 哎呀我连打电话都懒得打 那我教你好了 我教你来 你们自己猜啦好不好 自己猜嘛 很多人都很厉害 来 让各位猜 也就是股票本来就四个号码 对不对 股票四个号码 1234把它加起来 这四个号码加起来等于14 你猜嘛 好不好 不然你就来打电话来 收起这张资料 因为这里面有股名 好那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讲说 这档股票可能会飙翻天 我们可以来比 来第一个 今天的掌天板的股票 这档股票是最贵的股票 他叫什么普瑞 好 其实普瑞本利比很高 好再来我们来看他的EPS 他去年赚61.35 今年前半年赚9.94 你告诉我好了 普瑞很好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他今年的EPS 会不会比去年还多 再看一遍 普瑞会不会比他多 会不会比去年多 不要说 我说成长五成 连成长都不会吧 今年的EPS一定来 今年的EPS一定比去年少 一定嘛 这叫什么 你才9.94 去年赚61.35 好 可是他今天涨停收起来 他在这里 好 另外一档 涨停 股价第二高的涨停 这档叫秦城 第二档涨停 把股价最高的 好 那我们再看 来 去年赚8.32 今年前半年赚2.3 好 我再问你一遍 请问这档股票 今年 会不会EPS 比赚7年还多 就是都今天涨停的股票 对不对 那些想 对哦 台股 一千多档里面 你要找出一档说 今年的EPS 会比去年成长的 已经很少了 而且成长意固是五成 那如果成长五成 就代表说 他股价会创新高 不是创今年 也会创去年的新高 这就是应该 可以想象得出来 然后我为什么 用秦城去做比较 因为秦城EPS 前半年赚2.3 2.3 那好 回头看这里 你看他7月8月 他每个月 下半个月 他前半年赚的 就比秦城还多 前半年赚的比他多 7月8月 每个月就赚六毛多 税前 如果这样 把他推过来 他下半年 可能就三块六以上 再加上又赚的比秦城多 可能就是六块以上 股价呢 股价不到秦城 秦城今天214 他的股价不到秦城的一半 一半还少很多 那你开始想 哎呦 那如果按照上 他只要股价跟秦城一样 因为他的EPS 以前半年就比他多了 下半年他又是成长 而且EPS 今年的EPS 我们预估会比去年 成长大概五成 五成嘛 三成 你看秦城 我问你好了 秦城今年的EPS 请问会比去年多吗 这可以推嘛 你再赚两块多 也不会比他多 第三季第四季 都两块两块 四块而已 那五块也不会比他多嘛 也不会比去年多嘛 对不对 要跟去年比很难啦 几乎所有的股票 理论上因为今年基期 算去年很高 今年大部分都是库存 所以如果有一档股票 EPS可以比去年成长三成 甚至五成的 你告诉我这种股票 哪里找嘛 你电话里面就有了啊 电话打来 这个就送给你 这个资料就送给你啊 如果你连电话都不打 我教你嘛 这个号码加这个号码加这个号码加这个号码等于14嘛 会算哦 1加2加3加4等于10嘛 对不对 会算嘛 加起来等于14不是1234啊 那一定不是啊 打电话来收集这张资料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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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 我刚刚也给各位听了 我请问你 你检视你手中的持股 他今年的EPS 这叫一定嘛 三成五成的 七月成长五十几个B конф 八月成长五十几个B门 YOY 然后9月应该也是差不多五六十个博士 甚至更多 那第三季这样子 第三季有可能就挑战两块钱 第四季可能就超过两块多 你想一想 秦城前半年两块三 它又赚得比秦城还多 那如果不小心 我说它的EPS比去年成长五十个博士 不小心它可能就六块多 六块多 秦城的股价现在是多少 214.5 这档棉花糖的股价不到秦城的一半 比一半还少很多 我说它只要跟秦城一样就好了 股价一样就好了 股价一样代表什么 那个假设如果可能的话 一倍是多少 好我再强调一遍 本节目不对不特定推荐任何股票 我都把股票改起来 所以我们只是给你打电话来 要这张资料 或者你扫QR Code 填文件 然后留电话 然后我们跟你联络 那来要资料最快嘛 对不对 那 如果涨一倍多少 有说老师 我十万在做股票 那一倍就十万 如果你明知道涨一倍 请问你会用十万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你知道它会涨一倍 请问你要怎样 把所有的资金把所有其他股票 全部换来嘛 请问我在讲一遍 我在讲这档 我在讲这档 涨了二十块股票 那我有这么激动吗 我没有这么激动啊 因为我觉得涨湖 对不对 半个月涨个二十几个不整正常啊 你去想 我这算比较给你听 好 譬如说你一百万 九月这三半个月 你就变成一百二十万了 对不对 再来下半个月 你用一百二十万再去玩 假设可以这样子 你有可能变成两百四十万 那你的钱一直在滚啊 好 假设你的股票 譬如说你可能被套的 那你不知道怎么办的 没关系 先来这里赚 先赚 先赚一点 回头再去把你的股票 买回来也可以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 来 来 来收取这张资料 如果你懒得收取 我也教你嘛 股票本来就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嘛 这四个加起来等于十四 你如果要得到你就会中完了啦 你如果要得到你一定是中完啦 中完只有一年而已 对不对 因为你们猜不到嘛 所以打电话来收取这张资料 这里面有股票的号码 好 那再给各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好 我再重复一遍 七到八月赚1.27岁钱 我喜欢推嘛 我喜欢推估说他会赚多少钱嘛 股票其实哦 应该很多有钱人 那种之间很庞大的人 他们也在走行股票啊 你说他现在要去 追广达吗 或许有利润 然后股票一千万进去 可能赚个五十万一百万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一千万进来 他又赚一千万可能吗 如果以广达 今年可能吗 很多人认为 嗯 不太可能 所以当你想要玩大的 一定是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你趁谢老师在这里告诉你 你赶快进来卡位 赶快把这张资料拿到 拿到呢 我会让我们的投资人 优先进来布局 那就慢慢地收股票 我常常在收股票 而且这个 我还是强调一遍啊 我找的股票一定是第一个 机器很低 第二个 外资买超市创 都是创新高的 外资买超市创 这家公司成立以来的新高 就像今天大盘涨是 外资买了一百八十九亿嘛 有钱 有动能 股票就会涨嘛 像今天外资买了一百八十九亿 大盘就涨了两百多点嘛 前几天外资卖不就跌吗 我找的股票第一个 我说机器要低 他已经整理很久的时间了 第二个 外资一定是 应该讲说 都是买超创新高的 这种股票我未来告诉你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低 你你想要拿这么好的股票 怎么会低 因为有钱阿长 不小心卖错了 有几个钱阿长 几个笨笨的人 你看我们的 我们节目里面有一句话 股票市场 我们的操作逻辑 我们不要去跟二十个 聪明的人 去跟他争那些钱 那个利润 我们要跟一般的 散户换错八十个 人的人换错的那个钱 我们赚那个钱 比较快 有的钱阿长 不小心把他卖错了 我常常讲 我只要一讲 这些卖错的人 可能又很生气了 他们一定要买回来 他们一定会买回来 我说放眼台股一千多档股票里面 请问你手上的股票 今年的EBS 请问会比去年多吗 如果有 你记得已经很好了 你的股票 今年的EBS 又会比去年成长三成 甚至五成以上的 那这种股票会怎样 那就好像坐在金矿上面 所以为什么 我今天特别把这张秀给各位 第二支名的那种目击中 你想办法 把这张资料拿回去 打电话拿回去 因为这里面有 股票的代号 那还是强调 不然你去加 看你怎么加 一加二加三加四 等于十而已 这个号码加起来 还会等于十四啊 我说你如果猜得到 你就窘完啊 好我们用这档股票 来做比较嘛 秦成嘛 为什么要用这档股票 我说它的EBS才2.3 对不对 你看它的营收 有称占50%吗 4966的普瑞 这个都跟去年比 都是衰退的嘛 甚至台积电也是衰退的啊 对不对 跟去年比都是衰退的啊 你告诉我有什么样的股票 大家知道它的EBS 包括它的成长会比气年成长 而且EBS有可能成长三成到五成 第一个 它股价有可能创历史新高嘛 现在历史新高 各位 秦成214的股价 差不多也是它的历史新高 我已经讲得很明了嘛 它股价现在不到秦成的一半 EBS比它好很多 而且外资是大买超 拼命地在收股票 有时候我在想 我每次都找到外资的痛 它在收股票的时候 我都会中间请我的头证 赶快进来 为什么 我帮它涨上去啊 我都讲那句话嘛 你早一点进来 譬如说这档就好了 你想一想嘛 875跟108块 我讲过了嘛 你本来可以买100张的 如果你晚一点 你可能100张的钱 同样的钱 你只能买80张啊 这档就搞不好哦 搞不好 你本来可以买100张的哦 等到有点 你慢慢印证印证 虽然是讲对 是这档是这档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你同样的钱 你想要买剩下50张 我说人都很聪明嘛 你只要拿起电话 这一张就可以带回去了 或者你有任何问题 在我们的QR Code里面 填文件 然后留下你的资料 我们主动跟你联络 还是再强调一遍 股票市场 让钱滚动 你才能让你的钱更多 你看我们就开始滚动啊 这个月就滚了一档了嘛 是不是在滚动 让钱滚钱嘛 再来下半个月 下个礼拜就要滚这一档啊 那一档可二十几八 这一档如果不小心 股票套住都不用怕 不用紧张啊 还是那个股票放过来 赚回赚一大段以后 赚一大坡以后 回去又把你的股票再买回来 搞不好你都不想买啊 你现在卖个100张 搞不好可以买回150张 甚至200张买回来 你都不想买 你还是要跟着我们 继续一档一档的 把钱滚出来啊 所以来股票已经告诉你在这里了 如果你没办法算出这档股票 叫什么名字 那很简单打电话 基本面我也告诉你 筹码我也告诉你 你只要拿起电话 这一张你就可以带回去了 想要赚钱的就跟着我们来 打电话 那免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付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生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